从声音到实践 哈喽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听今天的听听故事说话故事 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从声音到实践 我是古灵机 耶我们这一次跨国文化系列 跨国文化宗教系列到了第三阶段 就是我们这一个系列的最后一个脉络 那我们就是终于来到 为什么老师会选择台湾 就是刚刚其实上一礼拜 隐隐约约就知道说 老师好像是因为老舍老师在台湾学习 所以老师也因为这样的牵引来到了台湾 可是为什么你来台湾是选择台南呢 这太神奇了 因为应该照来讲 通常如果说你的老师是在北部 那就是会留在台北 可是你居然留在台南 而且你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在地的一个学习 你学习了到庙里面去学习小法还是法师 对 对 你们可以跟老师 可以跟我们聊一聊 就是这一段过程跟经历 为什么你是这样子的选择 为什么你是这样子的选择 OK 我第一 以前的教授们 斯波尔 跟Paul Anderson 他们也来台南做他们主要的研究 所以我早就知道有台南这个地方 而且我也知道台南应该说是全华人世界里面 是最完整的保留 最完整的保留 这种传统宗教文化的城市 因为是一个城市而不是一个村庄 因为还有其他的人类学者 比如说我突然忘记他的名字写《God's Ghosts and Ancestors》 不是那个北部的 可是在西港写另外一本书 他们通常人类学者会去比较乡下的地方 对 宗教是从乡下那边起来的 还是至少人觉得城市是会有现代化的影响 对 然后 就是传统的东西就比较薄弱 所以如果要看比较有代表性传统文化 就是按照这些人类学者 要去比较偏偏偏 比如说西港 对 天那西 对 有趣 还有一个学者去那个 那个斯昆森 他写了一本论文 对 OK 所以有人是学这些其他的地方 可是也有的来台南学 OK 可是他们学的是道士的道教 所以师博 Christopher Shipper 跟我的教授Paul Anderson 然后有一位日本的学者 欧福奇 宁吉 中文人说是大语言 他写了其实是一套书 然后他整理了很多在地方收集的仪式专家使用的科译本 所以有这些仪式的资料 仪式专家无论是和尚道士还是法师 做仪式的时候他到底在念什么用什么 我们可以看欧福奇知道 所以 结果居然道士念的内容 居然是日本学者在研究 对 在台南也是跟陈荣胜道长做的研究 所以我们可以从大元的那一本书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如果人愿意出版 他有出版吗? 没有 可是你可以拿到很多地方都有 在竹竹馆 我不知道有没有电子版 可是连道士也有 因为是很方便 有一本书 你就可以翻翻看 我好几次在那个教坛里面 然后道士也会带那一本书 然后他们可能要学过研究之类 对 所以很有趣 有这个 如果道士去那个教堂翻圣经 跟研究院来的一些 就是有的时候 他们需要查什么东西 他们可能会看 圣经 欧福奇是个大元 你们用中文说大元 我们通常会说欧福奇 OK 所以意思就是我也知道 如果要来台南 我不需要从零开始 就是有上一 两代的学者建立很 对 而且是很大的工程 对 这样听起来是真的很大的工程 对 所以OK 而且他们研究的是道士的可以 道士的传统 所以如果你看过建教 你就知道 你就知道 这些时候 那个比较来台 那个德书 爱来 去那个 念法师啊 我就是要 OK 教 这个可以 就算整個宗教體系裡面最重要最大 最重要的儀式 所以不是每年都可以舉行 因為是太貴 建教不是每年喔 我不是同一個地方每年可以做 因為你知道台南每次過年的時候就會開始 我現在都會稱那個是台灣的聖誕節 就是他會做那個有點像拱門的那種紅紅的東西 然後就開始尖叫 然後我就想說是不是每年都會做 其實不是每一間廟輪 應該說這樣每年多少應該會有教科 可是誰會舉辦 主辦者不是同一個 對 不可能 所以你看西港好了 他們要輪每三年一科 所以東港也是 然後那個很貴 所以他們要有很大的一個脈絡 所有那個教頭廟都要參與 對 所以這是另外一個重點是 道教的儀式 然後台南也有比較有發展的比較複雜的這些聯繫 然後台南也有比較有發展的比較複雜的這些聯繫 那我覺得台南人真的是身在福中不治福耶 因為我們一直以為就是反正每年都會有這種東西每年都會有沒什麼了不起 NO 大家要花很多錢 所以是要花很多時間 你要換角度 所以就是在某一間廟來講 他們可能是三十年 才一次 所以這些信徒會一直期待著 尤其年紀比較大的他們希望可以活到下一科教 所以對很多信徒的生命中 這個教科是非常大的事情 所以每年可能有一兩三科 看這個輪年到底是哪一年 有籠年會比較多 是什麼的 所以你覺得每年都有 OK 對 可是對那某一間廟來講 哇這是他們生活中最大的事情 很大的重心 對 OK 所以我在說 對你剛剛提到這個 我突然想到就是因為我們前幾集都有講到信仰啊 然後你願意相信 可是我真的就是很邊垂沒有想到這一點就是說 其實這些建教的意義就是在於說讓相信的人他有一個希望可以活到下一個科 我看到下一個科下一個熱鬧下一個榮景 所以為了下一個榮景他會好好的去生活 我聽人跟我說過有老人他們會堅持到那個教科 然後過之後很多人就活到這裡了 對 這是他們的目的 至少可以看到這個 可以活到下一顆教 然後說 OK 來了 然後 OK 滿足我這個需求 這個時間到了 有的 就有一個目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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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沒錯沒錯 OK 好這是我的教授跟其他道教 有開拓道教領域的學者 就是大學者 他們來台南研究陳榮勝為主 跟一些其他道士 OK 那我來台南的時候 我自己 OK 應該說還有另外一段 我住過宜蘭 你也住過宜蘭喔 第一次我來台灣 我參加了佛光山辦的一個活動 然後我住了佛光山一個月 然後給學生機會可以體驗到出家人的生活 我學佛教之類 就是很酷 很酷 然後我要學中文 而且很勇敢 如果是我的話 我不敢一個人去一個國家 我是一個團體活動 去一個集體活動 所以是沒有那麼的 不像一個人出國 然後其實是很方便 因為他們已經安排了所有的 你住的 吃的 活動 OK 然後我住宜蘭 因為就是通過佛光山 可以在那邊學中文 然後宜蘭很棒 是有空氣很乾淨 然後那個時候我住 夏威夷 然後是其實很像夏威夷 也是有一點鄉下 因為我一直要避免住台北 其實我到現在也是 好神奇喔 除非有很理想的機會 我真的不想住台北 我希望台灣別的地方 OK 我住台南 太... 比較勇氣 伊蘭 OK 我這麼久沒有想到這個 可是我住過伊蘭的時候 我才有機會 OK 第一 我可以找到這些類似 像伊關道跟有關的相關的宗教團 然後他們實際上 可以說是 類似白連教的後身 真的喔 你說一貫道類似 類似 我們說類似 是因為它不是 因為其實你說白戀教 人可能會聯想到很多 我不知道 發生起義 還是寫教 還是有點奇怪 可是其實一直以來都不是 從聖元以來 所謂的白戀教 跟相關的團體 他們就是 其實他們就是 跟台灣的 宅教 宅教一樣 他們就是一樣 就是會念經 然後他們可能真的有一種 世界末日的 概念 然後他們可能 認為如果你入教 你可以 避免這個 階難 所以他們有蠻特別的 一個想法 跟一般的 白白神明 還是道教是很不一樣 所以我在 宜蘭的時候 我終於可以認識 這些宗教團體 然後我很快就發現 有這些 不只是一管道 其實一管道的分子派 是很多 有分子派的分子派的分子派 是太多了 然後也有其他的更古老的 因為其實一管道本來是從大陸過來的 可是台灣本來也有很多 所謂宅教的 教派 然後他們有一點類似 然後我開始 跟他們有接觸 然後很快就發現了 這些 宗教團 很熱情很有趣 可是 這些一般的廟宇 完全不一樣 就是神明的廟宇 跟這些教派 沒有任何關係 沒有 而且 沒有任何關係 而且這些 雖然很有趣 很值得研究 不一樣 這些教派 明明就是 比較特別的一塊 可是這些神明的廟宇 就是社會當中最主要的 宗教組織 最重要的機關 就是走進人群的那種概念 對 這個才是 重點 Empublic 而且還會互相融合 對 互相交朋友 對 對 所以我很快就 了解到 其實如果我要了解 這個華人宗教 脈絡 這些神明的廟宇 才重點 I mean 而且如果我要了解 什麼民間教派 佳教之類的 我要了解他整個情境 我覺得不能就分開的 等 某一塊 我們要整 他不是單獨的 對 OK 所以我要了解 這些神明的廟宇什麼 然後我開始 找一些書 隨時問問什麼 然後我很快就發現了 其實我看很多資料 可是其實我看完 好像沒有學到什麼 可以讓我真的了解 我在看這些廟 看這些神明 看這些活動 到底 我到底在看什麼 我看很多書 無論是西方學者寫的 還是有很多很棒的中文書 其實我找到很多可以告訴我 有一個寶聖大帝 其實有西方學者研究寶聖大帝 所以這個可能不太好 好生氣喔 所以我在伊蘭的時候 我就決定 雖然我花了一段時間 在美國跟台灣 多認識這個 類似可以說民間佛教 比較接近佛教 而且他們的書 他們的這些經文 什麼也是很有意思 對 從明朝以來 就有一大堆 然後很有趣 反正我 我了解 這些神明才是正義 可是沒有什麼 真的可以幫我了解 這些廟文化的研究 好,那我自己來 我就是 你就自己田野調查 這邊道教的那個寺廟 所以我開始來台南 我跑來台南幾次了 然後我走一走 然後 你就覺得台南廟好多 然後拐個彎巷子裡面就有一間廟 對 而且真的長得很純 而且因為台南的廟 怎麼說是活著 就是 like alive 活著 對 所以一個活著的廟 就是會有很多活動 很多儀式活動 很多人以為廟就是你進去 然後很安靜 然後可能人在發揮 還是可能有一點香 就是空的 就是平常日廟宇在那邊 然後我覺得如果你對台灣廟宇的印象 就是這一種就是 like空的這個廟 然後有一點香 you know 就是這個就代表 你看到的就是這個文化在睡覺 還是這名之類 還是就是 你還沒有看它開花 對 對 你真的要看儀式 然後不一定是所謂的熱鬧 一般人 you know 壓老了 教背景 外人看熱鬧 OK熱鬧是 OK我們要了解 我們要 可是 我一直以來都對儀式比較有興趣 有興趣 OK 所以有一天我在跑 在亂跑 我到 我到 對 就是 like 初步的田野調查 就是說 我沒有任何 like assumption 我沒有帶來任何固定的想法 我要先就是自己觀察 廟怎樣 廟有什麼樣的儀式 我可以看到什麼 然後看久了之後 我才有概念 這個情況怎樣 然後我才能夠決定 在整個文化體系裡面 我要研究那一方面 OK 所以剛好我在走 差不多那個 恩堅跟那一塊那邊 我走到一間廟 是叫做五銀店 五銀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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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春 南春 南春喔 保安公吧 的隔壁 OK 然後他們人很好客 然後問很多問題啊 然後他們 那時候已經會講 你那時候一定會說台語嗎 沒有啦 那時候還沒聽到 對 那很久 但是會說國語 對 國小會 比較難的 這樣會比較嫌疑 這樣會最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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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廟方的女士就說 我們晚上會有一場儀式 你可以過來看看 好 好 OK 所以我 呃 就待在那邊 我忘記 反正我等待 然後 差不多八年 八點 有一群年輕的男生來了 然後他們帶了鼓啊 什麼很多東西 怕狗 怕狗 然後他們就開始 開始做 然後有那個 有法師 卡丁面 然後一騰車 然後 他拿出那個 那個畫色 OK 然後我在那邊看 我就想 哇 就是 我知道教授寫 他 他 一本書裡面的那些人 所以 因為 我知道教授 Ned Davis Edward L. Davis 是這個 這個 是 這個 這個 是 他 是 他用了宋朝的著名的道士白玉禪 白玉禪也記錄了宋朝法師的樣子 他描述說他們有舌頭的辮子 然後會回答桃木 然後會胡跳啊 還有一些其他的細節 然後我看 就是花辣在做的事情啊 而且他也提到他們請了什麼神 後來我才知道 那個白玉禪記錄的神 台南的法師 居然一模一樣 八百年後他們還在請一樣的神明 天啊 原來我們不是只有四百年 我們有八百年好嗎 對 而且那個白玉禪應該是在泉州一帶活動 所以他記錄的應該是明南的一個傳統 所以移來這裡 然後我一看到法師跟聖哲 然後是哇這是那樹裡面的那些人 然後聽了他們的節奏念花道 我就是 我就是 我懂我懂我懂 就是當你看到你文字上面的東西 活生生的在你的眼前呈現的時候 對 對 然後 那時候 我完全聽不 所以我好奇 我當然好奇他們到底在念什麼 所以 幸好誰在現場就是 謝啟峰老師 謝啟峰老師 喔 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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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的文字資料竟然都在裡面 所以其實在一個小時內 我就知道我找到我要研究的對象 就是台南的小法跟這些咒語 所以我就開始想 我以後都會追求的問題 就是第一,我們怎麼有這些咒語 這是從哪裡來的 然後第二,他們說什麼? What do they say? 他們告訴我們什麼? 然後第三,我們從這些咒語 跟整體的儀式情境 我們怎麼可以了解 第一,這種宗教文化 然後第二,法師的傳統 我們怎麼可以通過這些咒語 跟相關歷史資料 來多了解這些問題 所以基本上我寫的博士論文 就是為了解決這些基本的問題 這些咒語從哪裡來的 然後他們告訴我們什麼? 然後第三,透過這些資料 我們怎麼可以了解 這個整體的宗教文化體系 因為你看,無論是這些咒語 還是當場儀式 還是我們先去廟 然後後來去天壇好了 我們很快就可以看出 我們有類似一個三層的一個體系 我們有這些地方神明 然後有法師的神明 其實他們也是拜在廟裡面 每一間廟如果他們有文師或什麼 一定要有那個瓶雅 要有那個瓶雅 一定要有 如果你有什麼蒙俗 就中泰約束 對,中泰約束 對,中泰約束,北中泰這樣 對 然後那是法師的東西 然後是法師負責做的一套儀式 你才可以維持那個瓶雅的祭祀 對 可是我們去天壇是天宮廟 那邊是道士的神明 是天壇 無論是前面的玉王大帝 或是後面 後面有在幫忙收拼的那個 對 對 可是他們在那邊供奉的是三清道士 還有那些 太君 太君什麼的 新君 跟張道林 張 那個 天師 對 張天師 所以那是道士的神明 是 所以就是好像在這個宗教文化體系裡面 道教的神明就代表天 我們有最原始這些宇宙上的神明 對 所以才會有黑旗 OK 我黑旗是跟 不一樣嘛 我講歪了 跟熊大公有關係的 對 也是天啊 對 對 然後你可以看那些 新君 南北 也是新香 新宿 對 所以如果你看 道教的可以 他們的請神 他們會從最上面開始請 然後請到 那些宇宙上最高級的神明 然後是一些新君 然後到一些 他們有不同的部門 天兵天將的部門 對 然後到最最快要最低 有那些法師清的那些 接近地面的這些 那些神將跟靈光 什麼法師的神明 然後最後最低的 按照道士的是地方神明 那是最後 OK 所以我們可以看出 無論是在廟宇 還是道士的意思 還是法師的意思 他們都 互相認識彼此的存在 道士是最高的 沒有人 然後按照道士的看法 其實這些地方的神明 他們是什麼 他們是神格化的人為主 跟空間上的神靈 OK 可是道教的神 是什麼 他們是最原始的 宇宙的氣 而形成出來的 他們不是人 沒有人創造他們 他們都沒有通過生死 對 沒有 他們是通過考核 對 這是高級的神明 他們不是神格化的亡靈 OK 可是地方的神明 就是 馬祖 寶聖大帝 也是 光之神王 就是人成神 他們是人 人變成神 對 所以他們是完全不一樣 甚至有一個 一個對峙的關係 就是有些是天上星星變成的神仙 有些是人 然後過世之後變成的神仙 對 對 然後有一個過程 可是我覺得一個重點就是 那些三清 三清道主 最高的道教神明 他們是三清 意思是 他們是 最 最 pure 最 最乾淨 你可以說 的 一個 任何東西 做東西不知道要用什麼名字 Ostafen 就是 最pure 就是 最清淨的存在 然後 什麼是 不乾淨的 什麼是 那個最 最清淨的相反 就是 死亡 就是混沌 所以死亡 而且如果要講得更 更仔細 什麼是最 最 不乾淨 是 在 生 小孩 的 時刻 因為難 因為難缺 而死掉的 女人 那是 好可怕 所以 我們有一個 乾淨跟不乾淨的對峙 來 做這個宇宙的一種 結構 你可以說 就是 張天橋好像很像太極耶 是的 沒錯 沒錯 很像太極這樣 乾淨 那個我們 錄影現場有貓 對 他們很興奮 因為我們講到海點 人類學的一方面 因為我們講到海點 所以貓咪也很開心這樣 反正我就是來台南 然後就找到了我想了解的研究領域 而且因為我其他的教授 是上一輩的研究者 他們針對的是 那個教授裡面 道士的可以 可是如果 你可以去下次有教的話 建教 我希望你有機會看 教授裡面的儀式 整個傳統文化 他們教授儀式有一些 其實不准人家看 沒有開放 對 所以我要去找謝祺峰老師 你就是要先認識 就是道士跟廟房 然後你應該可以 可是當然你不能隨便進去 對 那個不能 對 你要持家 你要配合一些禁忌 他還是有禁忌 當然 因為是要有非常清靜的空間 才可以請那些三清道祖的道具降臨 然後那個需要一段時間 建立那個彈場 要至少一天的可以的儀式 可能兩天 那個空間才夠清靜 我希望如果你人對傳統文化有興趣的話 他們可以多認識道教可以 因為尤其道士的音樂 尤其台南林寶道士的音樂 因為就是整個傳統文化系統裡面最最講究 最豐富 最多元 最精緻的傳統音樂 你說唱小法的那個音樂 我現在沒有講小法 小法很酷 又是另外一種 我講的是台南林寶道士的儀式音樂 其實我們講儀式 我們講的是一種你可以說以音樂為核心的表演 然後我覺得一般人都不知道 然後我覺得一般人都不知道 因為這個教壇是那麼的 像一個秘密還是那麼清靜 人不知道 人不知道 這些台南林寶道士的音樂 因為就是在整個傳統音樂文化來講 最講究 最深 最精緻的音樂 一定的 超越所有其他的南光 那是國樂很遠 一定都不像其他的傳統 這是很… 就是 unbelievable 所以我希望人可以多認識 台南林寶道士的音樂 跟那個南路高頻地區的道士音樂完全不一樣 他們是比較急 很熱鬧 可是台南的… 哇…好妙 真的很精緻 很講究 OK 所以這是值得認識 可是以前… 這個老師會唱嗎? 你會唱嗎? 那個我沒有學 沒有學 OK 因為我看到那個效果 我現在的問題是 就是因為… 但是因為有些儀式 它是不公開的 對… 所以變成說這些儀式 他們可能就真的是關起門來 自己在那邊自嗨 然後我們就是在外面看說 你到底是在比什麼夢 我都不知道 可是… 就是要真的要像老師這樣 就是有進入研究 然後你才可以真的感受到說 原來這些音樂它是這麼的美妙 因為我自己其實… 為什麼會知道小法 我為什麼會搞混 是因為… 我之前有一次也是… 我剛開始要去田野 就是去找說 我到底要研究什麼區塊的時候 我其實也曾經去看人家唱小法 然後… 那個大哥就說 不可以錄 我就… 為什麼… 他就說你只能欣賞 因為好像有一些就是… 他就會說 那是他們佛 他們自己內部的 所以我們不可以錄 我就…喔…好 那因為有一些… 法式或有些儀式 他其實有他的時間性 或者是像交培機這些 所以後來我就選擇了 就是寺廟的裝置藝術 就是用藝術去欣賞 藝術的視野來欣賞 這些裝置藝術 是這樣… 我的背景是有這樣的脈絡這樣 對… 所以… 音樂… 對啊…有一些… 其實我們自己也不曉得說 進去可不可以聽 對… 其實是很想… 很想聽 但是… 但是因為他其實就是有他的… 就是… 一些儀式性的尊重也不好… 就是去… OK…對… 矛盾的是… 是因為有這麼多經濟跟… like… 要…好像要保密 對… 而且是有一點要保護他的… 他的價值 就是… 這個不是每一個人可以看到 對… 你要付很多錢 你才可以穿那個勝服進去 那個… 呃… 廟… 那個彈… 對不對…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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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 公民啊… 對不對… 如果是每一個人都可以看到 他的價值就會降低啊… 可是如果… 你付了好幾萬塊… 當什麼手啊… 你不懂… 就是有點像那種國際演唱會這樣 你要花好幾千塊的那個入場券 沒錯… 很像… OK… 所以矛盾的是因為這一種… 像… 秘密… 氣氛… 結果人… 沒有機會認識這個道教… 反而就忘記他了… 道教文化多了神 會有點可惜… 對… 可能就是要想一個辦法來… 讓他可以推廣… 讓大家知道說他的神聖心… 我的夢想一直是有… 要… 在教壇裡面要有… 像… 攝影設備… 跟… 麥克風… 有很好的… 傳播… 聲音的科技… 然後外面可以放一個很大的螢幕… 然後第三… 我們要有字幕… 因為… 人應該要知道… 那些… 在講什麼… 不是什麼秘密… 我們可以去拿那個… 歐夫妻… 那個導演… 我們可以找到… 這個… 這個資料不是… 不是… 人不知道的… 對… 也不是那麼… 奇怪… 不是那個… 大杯酒… 沒有意義的… 就是… 人可以看得懂的… 中文… 我覺得其實就是一個概念啦… 我覺得其實… 他大概有他的儀式性… 可是如果說… 今天他如果是一個… Performance 的話… 其實我們如果… 用一個表演的角度來看… 他其實… 不需要那麼的… 封閉… 因為其實不用… 真的也不用擔心說… 呃… 他失去了他的… 神秘感… 反而就是因為… 我們現在如果… 可以用我們當代的科技… 去推廣他的話… 其實大家… 當大家知道的話… 大家知道他的話… 其實會更想去接觸他… 沒錯… 就像… 為什麼… 現場演唱會… 還是一堆人花錢… 去看門票… 你即便有MP3了… 你即便有CD唱片… 可是你還是會去買… 對… 蔡依林的演唱會… 不會失去他的… 他的價值… 對啊… 因為… 你的現場感… 就是現場感… 現場感… 是無法被取代的… 而且在… 在教科裡面… 一個原因… 為什麼人要… 花錢… 參加… 是因為… 他們的名字… 倒是會… 在那個… 那個… 奏文… 會寫他們的名字… 然後… 每天… 好幾次… 在… 那些… 三清跟其他… 道教神明的面前… 都會… 念他們的名字… 所以… 還是會有這種… 所以其實是… 不用擔心… 福利… 對… 福利… 還是會有… 我覺得這是個… 我對… 就是說… 那如果今天… 我們真的要推廣… 讓大家知道… 或是年輕化… 或者是… 讓他更popular的話… 你看像我們現場… 其實有一位小警… 對… 有位小警他有在聽… 我們剛剛… 我就… 剛剛其實Eason… 很擔心說… 你會不會聽不懂… 剛剛跟我說… 很有趣耶… 對不對… 所以其實… 真的就是… 我們用另外一種… open-minded的心去… 打開這些… 神秘的面紗… 會吸引更多的人進來… 對… 那真的也不用拒絕… 而且是… 我覺得… 如果這種道教文化… 跟相關… 廟宇文化… 要… 活下去的話… 人要多懂… 它的內容… 對… 含義什麼的… 對… 如果… 就是… 一直就是… 一片混亂… 一頭霧水… 然後是… 放很多鞭炮… 是熱鬧… 還是… 搞不清楚的話… 其實… 反而更糟糕… 對… 對… 而且… 反而… 大家就想說… 喔… 那你也會… 因為… 反而… 你就不懂… 你說到底… 他這一個儀式… 是否什麼… A儀式… 然後… B儀式… 然後… 搞不好… 就真的… 亂做一通… 對… 我覺得… 有可能… 反而會這樣… 然後… 第三… 我覺得… 值得… 考慮的是… 如果… 人不懂… 比較容易… 把… 你的… 負面的… 刻板印象… 就… 投影到… 你不懂的… 那個… 黑… 黑箱上… 對… 所以… 我覺得… 這是一個原因… 很多人… 對… 傳統… 文化… 常有… 誤解… 對… 因為… 其實他們… 不懂… 對… 然後… 其實懂… 不是… 這個… 文化的… 一部分… 你不需要懂… 那個意思是… 到… 那邊… 做… 就是… 做… 不是… 可是… 我們已經到了… 新的一個… 年代了… 對… 人都識字… 對… 然後… 我們也要懂… 我為什麼… 我要花時間… 花錢… 還是… 多注意… 這個… 它的價值在哪裡… 對… 對… 才不會說… 就是… 被騙… 或什麼的啦… 還是… 什麼… 迷信… Mumbo Jumbo… No… 這是很像… 以前… 基督教會… 批評… 天主教… 什麼… 因為… 在天主教… 以前… 有人… 天主教… 最… 核心的一個… 一個… 概念… 就是… 你去… 教堂… 吃…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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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 然後… 喝… 那一口… 紅酒… 然後… 你喝的… 你會去相信這些東西… 然後… 為什麼… 是這樣… 因為… 神父… 他會念一個咒語… 說… Hocus… Mum… OK… This is my body… 用拉丁語… 可是… 他們… 聽不懂… 拉丁語… 所以… 他們就聽到… Hocus… 所以… 在… 英文… 跟其他… 歐洲語言… 我們說… Hocus… Hocus… 這是一個… 騙人的… 魔術… 口號… H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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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什麼… 魔術… 所以… 我覺得很多人… 可能… 以為… 所有… 法師… 道士… 做的東西… 就是有一點類似… Hocus… Hocus… 因為… 他們… 聽不懂… 那個內容… 所以… 所以… 反覆有人懂… 對… 可是我覺得這個太可惜了… 因為… 譬如說… 人… 其實… 我們每天都接觸耶… 我們其實常常接觸耶… 對… 所以… 我覺得人… OK… 如果你對台灣文化… 台灣文學… 有興趣的話… 其實… 這些宗教… 用的… 文字… 資源… 其實… 可能是… 整個… 文… 文學… 裡面… 最豐富的… 的… 一些… 資源… 真的… 好喔… 欸… 老師… 因為我們時間差不多… 但是我覺得其實… 呃… 還是很多事情… 可以… 很多… 很多… 很多問題… 或很多關於… 台灣文講… 台灣文化… 或… 的… 的… 就是… 你這樣… 從… 之前… 到… 現在… 你留在台灣多久了… 大概… 我要說… 十二年… 喔… 十二年喔… 好喔… 那… 在十二年… 也相當… 就是一個… 小學… 畢業的… 時間… 那… 對… 我們… 現場… 就看節目的… 就是年輕的… 小朋友… 說的… 就… 您十二年… 在台灣這邊… 就是… 接觸了… 這麼多文化… 這麼多… 脈絡… 這麼有趣的事情… 對… 你有什麼… 想要… 跟… 年輕人… 我覺得… 年輕人… 因為我都會… 強迫… 我的學生… 看… 喔… OK… 我覺得… 第一… 我… 跟… 小法… 傳統文化… 沒有… 沒有任何關係的… 就是… 我覺得人… 要多… 閱讀真的書… 閱讀真的書… 看書… 不是參考書… 對… 不是什麼… 教科書… 不是… 為了什麼… 考試的東西… 就是… 看… 真的書… 圖書館… 跟… 書店… 看這些書… 我… 這個… 恐龍教育… 人根本沒有在看什麼… 真的書… 在… 在… 在美國… 在歐洲… 在國中… 高中… 我們看… 很多… 很多… 真的… 書… 然後… 課外… 也會看很多… 書… 我… 我發現很多… 年輕人… 他們… 沒有自己的想法… 然後… 他們… 沒有自己的興趣… 然後… 他們… 好像… 他們的想像力… 也… 沒有… 那麼… 的… 豐富… 然後… 一個人… 為什麼… 有這種… 趨勢… 其中… 就是… 人沒有在閱讀書… 然後… 你真的需要… 我… 我沒有說讀書… 如果我說讀書… 人以為… 那個好像… 你還在學校… 準備考試… 我… 那是… 是… 你覺得有興趣的… 都可以… 只是… 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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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書… 寫… 寫… 那是… 那是… 最值得過的生活開始… 你多閱讀的時候… 你… 你的生活真的才開始… 你才有… 你的心… 你的想法才會有夠多 like 營養 可以發展出你自己的想法 你自己的方向感 真的 我覺得 好 那我們今天非常謝謝 Steven 非常謝謝Steven老師 阿明 好 那我們希望就是未來還有機會 可以邀請老師來上我們的節目 或是我們來現場 和老師進行一些QA的對談 太好了 太好了 好 謝謝 謝謝你 好 拜拜 OK 拜拜 拜拜